一個問題就是羅馬書二章六節都講到 神按個人的行為報應各人 用什麼方式報應各人呢 其實聖經有講今生來生都有 因為犯罪呢 神的真好常在他身上 即是現在都在他身上 你看上面的經文也講到 在他身體上受了妄為當得的報應 所以犯罪他本身即時就會受到報應 也都有永遠的報應 而尊重神也都今生得百倍來生得永生 所以是今生和來生都會有賞賜 但是要點就是這樣 有些人說那些犯罪的人還有錢過我 他們什麼都順利 又買了大屋 我都未買到大屋 如果你的福氣是用錢和屋量量量量 那這個真理就不是這樣應用的 真理應用是你裡面有封聖生命 即是你聽從神的可能是貧窮 但是你裡面是封聖的 有喜樂有平安有力量有恩典的 這就是今生的報應 今生的各方面的祝福 有恩典有力量有神的陪伴有神的計劃 生命可以發揮 就未必好像世人那種的 但也都會有受苦 這件事很多人不明白了 明明是祝福 為什麼還要受苦呢 所以基督徒那個恩典的觀念 是需要明白不同世人的觀點 恩典的觀念 因為他都講到 因為我們蒙恩不但要信服基督 並且要為祂受苦 腓立比書一章二十九節那裡講 即是說我們蒙恩不單是信基督 都為祂受苦 用英文比較好 It is granted to you not only to believe in Christ but also to suffer for Him 是賜給我們為祂受苦 哇這句笑話 這句笑話 受苦是恩典 是啊 還有講到這個至暫至興的苦初 要為我們成就 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所以這個觀念改變了之後 你就說受苦都不要緊 當你的觀念不要緊 還有有神同在的時候 受苦就沒有那麼受苦 但如果很介意 受苦少少苦都很慘 如果你期望 我聽耶穌的話 應該就不會被人罵 你可能很失望 因為你一樣會被人傷害 會被人罵 不直接被人罵 並且會有大影響 耶穌也講到會有大影響 是會有大影響的 請記一下 也許會有小朋友 要離開 遍了 有小朋友 請記一下 要別開 請記一下 請記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